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嗨放派是一档趣味实验体验类真人秀 节目在保持趣味性的同时,还普及了很多知识 再加上邀请的嘉宾都是热度很高或知名度很高的明星 让嗨放派第一季成为热门综艺 收视率与热度都很不错 也让很多人关注嗨放派第二季 而关于嗨放派第二季的网传信息非常多 尤其是关于嘉宾阵容的网传消息 之前网传消息只有常驻嘉宾 可如今连飞行嘉宾都有了 根据网传消息透露 嗨放派第二季会在7月11号录制 常驻嘉宾李荣浩、范澄澄、李旦、任佳伦、魏大勋 飞行嘉宾迪丽热巴、时代少年团、白鹿、周深 目前已经是7月份 如果第二季真是7月11号录制 那么再过几天就能知道具体的嘉宾阵容 因为像嗨放派这样的热门综艺 只要正式录制 肯定有路透 到时候就可以根据路透知道 都有哪些嘉宾参与录制 所以 比起网传的嘉宾阵容 更关心录制时间的准确性 为此 特意看了一些奔跑吧工作人员的微博 因为嗨放派第一季的导演是姚一天 而他也是今年奔跑吧的导演 目前奔跑吧已经全部录制结束 如果嗨放派第二季还是姚一天导演 那么之前奔跑吧的工作人员就会成为嗨放派的工作人员 而事实也是如此 一位属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摄影师 也是奔跑吧节目组的摄影师 发了一条微博 大概内容是 之前还在录制奔跑吧首观之战 下周就要开拍嗨放派 这条微博是在7.3号发布 刚好是星期天 对应的下周就是7.4号到7.1号 所以 除非这位工作人员透露的信息是错的 否则嗨放派的录制时间就是在这区间 即使是7.1号录制 也不用等太长时间 所以 不用再看网传消息 再过几天就应该有路透出现 当然 通过路透只能知道常驻嘉宾 以及首期节目的飞行嘉宾都是谁 其他期的飞行嘉宾还要等之后的录制 等之后的路透 除此之外 这位工作人员还透露 第二集嗨放派的导演仍然是姚一天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因为姚一天导演综艺的能力很强 奔跑吧就是最好的例子 今年奔跑吧一直保持住收视率与热度双高 正片有效播放量遥遥领先其他综艺 是综艺里的领头羊 所以嗨放派第二季还是姚一天导演 节目的品质就有了保障 也对节目更加期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